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國內手機代購 今天為了介紹這部手機來自國內小米品牌的紅米鹿增強版 其實這部紅米鹿在國內已經推出了一段時間 只不過因為製色關係 之前的紅米鹿只支援香港的二支製色 所以我們當時沒有引入這部手機 但近期推出了這部紅米鹿的增強版 除了在性能上會有增強之外 而且在製色上都支援香港的三支和二支 所以我們今次國內手機代購 再次為大家進入這部紅米鹿 隨便和大家講講這部紅米鹿的規格 因為這部紅米鹿的增強版和過往的紅米鹿會有少少不同 CPU方面都是用聯科的MT6592的CPU 而速度方面會由過往的1.4GHz增加到1.7GHz的80CPU 另外也會用回他們自己的UI 也是基於Android 4.2改版的 另外RAM方面會有2GB RAM 8GB ROM 最高支援32G的記憶卡 過往的話 這部紅米鹿只支援香港的二支製色 因為在國內支援TDX CDMA 但今次這部紅米鹿的增強版 會支援香港的三支和二支 而在國內會支援國內的聯通三支和二支 電池容量方面會有三千一的電池容量 而且是可以滿電的 屏幕方面 屏幕尺寸會有5.5吋的IPS屏幕 而解針度方面會有1280x720的高清屏幕 前置會有500萬像素鏡頭 後置也會有1300萬像素鏡頭 另外這部紅米鹿也是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是用一個平價的性價比的 主要是一千多元手機方面 暫時所出的幾部機 可以用MTK659200的CPU 大家先說一下這部紅米鹿的外觀 這部紅米鹿跟過往的標準版 外觀所有東西一模一樣 主要增強版的話 其實在CPU和制式上會有些改進的 右手邊的話都是Power加減 另外左邊沒有任何虛擬鍵 底部會有一個MicroUSB 機頂會有一個3.5mm的耳機 另外這部機是可以換電的 也是用大卡 SIM1、SIM2和MicroSD卡 這部紅米鹿的手感方面 它會用上一個5.5吋的屏幕 所以單手操作的話都會比較勉強 另外機身方面 其實重量方面都不算輕 其實握上手也有一點實在的感覺 不過對於男士來說 是勉強可以接受的 其實小米跟著什麼配件呢 其實如果有買過小米的手機都知道 大部份小米手機都是跟回虎猴數據線的 其實這部也不例外 其實就跟機方面 除了手機 就跟回虎猴數據線和說明書 還有電池的 就沒有任何跟機的配件 其實這部紅米鹿 主打一個非常高的性價比 就是1000多元的手機 它會用上一個聯科的MTK霸心CPU 暫時市面上的話 可能在國內會有一部 叫做酷派的大神F1 其次之後 其實價錢通常都接近2000元 或者1000米 所以這部紅米鹿和酷派大神F1 以1000宗的價位 其實就吸引到不少客戶 因為性價比非常之高 那UI方面 其實如果玩過小米手機的客戶 其實就絕對不會陌生的 都是用回他們自己的UI 普遍的話 其實如果玩過小米手機的話 其實大家也知道 UI都是差不多 所以就不會有什麼大分別 所以這裡就不特別多介紹 那麽留意一下 那麽留意一下 就是國內版的話 由於本身跟機沒有Pastor 那麽當然 我們也會幫大家安裝Pastor 服務 那麽至於繁體介面方面 其實本身跟機 大家也知道 小米有繁體介面 這裡就不需要幫大家做了 那麽題外話 特別一點 給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 小米其實有部份型號手機 會支援三地聯補 包括小米2X 小米3 甚至乎紅米 但是這部紅米鹿的話 由于在其他地区就未发售,所以就做不到这个三地联保了 所以已经本店购买的客户,有问题的话可以找回我们 我们会找大家送回上少米维修中心去处理 另外据说,其实有客户都试过在香港维修中心去维修 但是相对他们的售后服务方面的话,其实就会比较慢一点 当然如果我们拿去国内的话,国内维修中心我们都试过,普遍都会比较快 其实这部红米车的话,其实就跟大家讲一下 整体上的话,以千多元的价位的话,就非常值得玩的 但是美中不足方面的,我自己觉得重量方面,其实都偏重一下 但是当然啦,你说会不会很聚首呢?又未至于的,有点重量啦 但是就对比另一部大神NF1的话,我自己觉得这部红米车相对上 在售价的所有东西来说,会比较慢一点 而且在软件的UI上,我自己觉得就比较喜欢用Coupet的UI 但是当然啦,始终的尺寸都比较大啦 单手操作来说,就不是很方便的啦 相反另外一部大神NF1的话,其实就操作上都流畅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是它的机身方面,手感会比较好的 但是当然啦,如果你是喜欢大网的下户,其实红米车这部就非常值得玩的啦 因为就千多元这个价位,基本上你找不到第二部这样的机 可以用回同样的性能啦,同样的RAM啊 用量啊,甚至乎整体的规格都比较强的 那其实今天的内需特效啦,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么多先啦 那其实就,今次这部红米车主打回来一个价钱啦 甚至乎性价比较高的手机来的 那以下有需要的客户,都欢迎回来我们这边 国内手机特效茶春番啦 那就等大家支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